假如這兩個正的加起來不會超過一零零 那麼代表它做出來是對的 因為正的加正的等於正 對不對? 啊這個就是這個情況 這兩個正的加起來它還是正的 齁 所以它是對的 對不對? 這個筆 零跟零它還是零 所以 這裡 這一個筆的沒有進位 對不對? 前面那個筆的沒有進位到這裡 可是它才會零加零還是等於零 對不對? 對,假如你可能有進位 那它就不會是零 它就不會是零 對不對? 所以這種情形它就是對 好,這種情形是怎麼樣? 它是不對 你兩個正的 齁,加起來 它會超過一零零 對,比如說 二加三 這個二有這個交六方 加出來它就會變成 一零零 對不對? 那一零零是六吧 那六字我們這個系統來講它是多少 它就是負二 破掉 好 所以你兩個正的 假如交起來 大於這個一零零 它就是破的 好 好 那你看 這兩個正的 你一零零是不是這裡是一 你交出來這一位一定是一 假如你是大一零零 這一位一定是一 那這裡為什麼會一 因為前面一個 前面這個bit 間位過來 讓它一加零加零 對不對? 好 然後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個bit 一定不可能之一 因為兩個正的交起來 它絕對不會超過這個一零零零 對不對? 好 這好像 兩個一半的東西 你給它交起來 一定不會超過整個 對不對? 好 那這兩個正數都是比一零零小 你加起來不可能 大一點 對不對? 好 所以這種情形之下 這幾個都會是一 好 這個就是錯 這是錯 好 那我們再來第三種情形 A是負的 RB 好 A是負的 RB 好 那我們現在把我們這一個 把它掛大一點 這是一零零 那這邊是一零一 這邊是一零一 這邊是一零一 這邊是一零 這邊是一零 然後下一尾 好 這是一零零 所以我們把它畫 兩圈 畫兩圈 好 好 那假如我現在這個 A的跟負的跟B的負 好 角色 我這邊 A的這邊 這邊 這個A的解對值 好 解對值跟這個解對值不一樣 解對值說代表這個的距離 那假如我這邊A寫的 這邊是A 代表說這個A是從 0x0 比如說A 對110來講 A是112 但是A的解對值 距離這邊的解對值 112 212 懂嗎 所以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 那假如我A 是在這邊 然後B是在這裡 這B的解釋 然後這兩個角色加起來 讓我跟這個右邊 你看你加起來一定到這邊了 對不對 好 為什麼 因為A在這麼長 那B A是這麼長 然後 B是這麼長 然後A是這麼長 從這邊 所以這兩個角色 一定會到這邊了 對不對 兩條先把它加起來 好 那假如加起來以後 它的距離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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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A加B的解對值 假如它是沒有超過10秒這一點 那是不是代表它交起來還是負的 對不對 你看 你把這兩個交起來 到這裡 抹一點 這邊 好 那它是不是掉到第二圈的 負的這一段 那你現在把第二圈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進位 你把這個第四個bit把它丟掉 那它還是掉在這個 100-101-101-101 這裡 對不對 好 那你這兩個付的加錢 好 你把這兩個付的加錢 它結局不會超過這裡 兩圈加錢結局不會 不會大於兩圈 對不對 兩個圈圈 不會 所以它一定是在這裡 假如在這邊的話 那麼它是負的 那兩個付的加起來 是負的 這是OK 這是對 對不對 好 在這種情形 我們就是A是1 然後B是1 來 把它加起來 A加B 喔 這個一位也是1 因為它掉到這一圈的100以後 所以這個 這一位也是1 來 然後呢 這一位也是1 為什麼 因為它大於這個1 第一圈的100 所以這邊也是1 好 所以這種情形 這裡是1 這裡也是1 那你要用這個是1 怎麼辦 所以這邊有一個進位 進過來 才會1加1加1 等3 對不對 那三個是1 在進位 進1 對不對 那然後 所以你這邊 一定有一個人進1給他 前面那邊 一定有一個人進1給他 然後呢 這邊為什麼會1 因為這邊有進1跟1 這樣對不對 好 這種情形它就 沒有那麼多 兩個負的交起來 還是負的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 看最後一種 A跟B 搞得我交起來 兩個都是負的喔 交起來 假如我交起來 比如說我這個A在這邊 對不對 拉拉 A 我們現在把A扣到 B在這裡 B在 B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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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現在把A扣到 扣到 A的B 好 所以你看 現在A的節度值這麼大 B的節度值這樣 這兩個節度值 只要加起來 大於這個人一半 那麼A加B就會拿 這掉到這個一成年 左邊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這個加這個 大於這個一半 所以你把它加起來 鐡一個 一加� Diane絕對是會大一半 大合一半 它是會掉在10000的 שמ� vis 阿然後呢 是在10000的右邊 因為這兩個人都比10000大 到比一半大 所以家假已經 try 比整個人比較大 對不對 那因為這兩個節率值 叫大一半 holders 他 цião 就是掉足一千 跟一千半之間 糟糕,你掉一千跟一千萬之間就變成正 你看,當你把這個1去掉,它就變成00101011 就變成第三個變成這裡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錯? 兩個負的交流就變成正 好,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全面了 這邊是2 好,然後這邊是1 那這個就代表我掉到第二圈的正的這一部分 那這種情形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A跟B都是負的 但是A跟B的結局值加起來大一半圈 大一半圈 所以這種情形發生在比如說 負3加負2就發生什麼 因為這邊是3,這邊是2 加錢是5 對不對,他在結局值加錢是5 那5連是大一半 所以我們這邊只要限制4 好,所以就掉到這一半 這個1.5圈跟第一圈跟1.5圈中間 那就是這裡 所以這種情形 這裡 就是沒有進位 對不對? 一加一小朋友可以了 你小朋友有進位一加一加一就不會這裡 對不對? 然後這裡 欸,有進位 欸,那這個是錯 然後這是對 好 這裡看 我們是不是把A加B 所謂的情形都 就列出來 好 A是正的,B是負的 或者是A是負的,B是正的 就這兩種情形 你要考慮解這一次 那這兩種情形 你給他怎麼做 他說對 好 因為是,第二種情形是A是正的 B是正的 那我們要考慮說 A跟B加起來會不會大一半 大一半 他就是錯 只要有小一半 他就是對 只要大一半 他就是錯 好 然後 A是負的,B是負的 我們要考慮他的結對值 他距離一一零零零零的結對值 兩個結對值只要加起來 小一半 好 那就看就對了 所以他會落到 第二圈的 1.5圈跟第二圈之間 那這是負的 所以看就對了 好 那假如他這兩個結對值 加起來 大一半圈 那麼你把它加起來 他就會較於第一圈跟1.5圈之間 那變成正了 兩個負的加起來變成正了 那就錯了 好 那我們把它總結起來 你看 一正一負 就是對 對不對 那所以 意思就是說 假如 假如 我們這一個 那一個 這個是 假如一正一負就是對 那第二個呢 假如兩個都是正 或者兩個都是負的 或者他們的符號是相同的 對不對 那我只要考慮說 相同的符號 產生出來就是會 不同的符號 你看 這兩個都是 零零 三個符號 都是正的 而第三個被 都是零零 對不對 零零產生出來的結果 假如也是零 第三個被 也是零 那就是對的 假如零零 產生出來的符號 是1 換掉這兩個正的 變成 得到結果是負的 那就是錯了 兩個都是負的 對不對 符號 一樣 符的 得出來的結果 也是負的 那就是對的 兩個跟負的 解釋出結果 是正的 那就是錯 對不對 那假如我們這兩個 數 AB 它的符號 不一樣 是正一負的話 它都是對的 這樣OK嗎 好 好 這邊就是這個 你看 什麼時候會產生over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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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假如你這兩個 Oper 所謂Oper就是 印算圓 對不對 你這也一個 A一個 這兩個印算圓 假如它們的符號是一樣 換掉都是零 或都是一 好 所以 第一個 兩個 它會產生overflow 一定它這兩個條件都成立 好 它才會產生overflow 只要有一個條件不成立 它就不會成立 所以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這兩個 A跟B的符號還是一樣 你就是各種條件 各種條件 好 第二個 你產生出來的結果 有評號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假如兩個條件是正的 反正出來的結果 符號是固的 好 所以兩個條件是固的 反正出來的結果是斷的 好 反正是符號不一樣 這兩個條件同時 肯定 是不是這一種 就是 只有這兩種 各位 它才是 A跟B符號又是一樣的 然後出來的結果 符號不一樣 好 好 它是否 各位 所以最近的話 是怎麼老一個 是這樣子 好 那 你看 這個是不是 要講自己 是不是兩個條件 對不對 第一個條件 你要去檢查 欸 這個符號是一樣 一樣 那一樣的話 又會做連連 然後一一啊 對不對 那這兩個符號是不是一樣 然後 那 得到第一個結果以後 你拿在那裡檢查 你的核出來的符號 這個跟它不一樣 只要是連 我是一 只要是一 我是一 好 就會很爛 就做出來 電子列入 好 好 那電子列入大 就是成本高 速度棒 對不對 好 好 但是它帥 好 好 那是最好的 這個方式 就是這個方式 來的 這個方式 為什麼 carry into ms bit 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講說什麼叫 ms 這個第三個點 來 進到第三個點的進位 跟 第三位 進到第四位的進位 好 好 好 假如 假如 不一樣 如果這個 好 我們來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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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它出來是 0 1 這是對的 對不對 那你看 為什麼 0 1 這裡會變成0 因為前面有一個字 對不對 然後 就要變成0 1 0 1 1 加上1 對不對 可是 那有一個 第三位 進到第四 也有一個字 這裡 是不是一樣 這裡 1 這裡 好 這個 好 然後 這一個 連0 1 還是1 誰知道了 前面沒有進位 對不對 然後 第三個變成 第三個變成 第四位 也是0 也是沒有進位 所以他們都沒有進位 換句話說 前面的進位 給他是0 他進位 給下一位 也是0 也是一樣 這邊是 前面進位是1 他進位到第四位 也是1 也一樣 這邊是 前面進位給他是0 他進位給第四位 也是2 他也是一樣 這兩個都不是1 好 那我們再看這裡 0 0 0 他在2 知道了 前面的進位給這個MH 也是2 第三位 MH進位 到第四位 這也是0 是不是一樣 哦 這就一樣 沒有 看不一樣 0 0 那是1 這在2 前面的進位叫MH 有一個進位 1 所以1還能叫2 2 好 但是第三位 MH進位到第四位 沒有進位 不一樣 對不對 這裡是1 這裡是2 多了 好 那我再看這裡 1 1 前面 1 為什麼 因為前面進位 就是1 然後呢 MH進位到第四位 沒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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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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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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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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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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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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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這種方式過茶也對 我或者說給我有人會把他偵測出來 但是這個偵測出來的成本很高低 有點標誇 我們通常就是說 一億熊長不可回接 這兩個是一億熊長不可回接 這個又快又省錢 肯定不是說又快要花錢給 又快又錢 所以你絕對你只要出去做開公司 你絕對用這個方法 你不會用這個方法 所以你知道我非常有錢 我錢可以出發 所以我要做一些貴的東西去好玩 我錢花掉 那當然就當沒了 否則你一定用這個方法 好 又快 這個 這個這邊 它那個方便是不是有 好 因為那裡邊的方便 好 那你解答的話 等等就對了 好 聽OK嗎 這兩句話沒問題 好 你回去再想 你把那方便 那我回去想一想 說不定我有錯 你不一定 好 因為這個不是克本醫院 克本醫院那不確定 好 好 好 那這個是我們做焦法 哦 或者是做減法 那你只要做減法 就這樣子對不對 那你只要減法 減法 A-B 好 那就把它視為 A加B 那你會說 哎呀 老師這兩個 A加B跟A-B 那還是不一樣啊 對不對 你還是要先把B變成不一樣 就是剛剛有這個 你等到真的設計電子電路 有時候 你加法 細心點法 設計出來 就是一個電子 它非常簡單 只能多拉一個 一個狀態線 進來 代表你是做焦法 還是做減法 好 否則那兩個電子 幾乎是完全一樣 就會變成一個電子 哦 但是你們知道二年級 假如你的課表 整個課表 大一到大數的課 課程表 你沒有看的話 你就會知道 大二有一門課 叫做數位系統 以前那個數位系統 也會出於GIS 後來 它變成叫做數位系統 那你一定不會 沒看到它 因為它是自鞋 好 那一門課就在告訴你 怎麼樣設計 一個電子 那個 那個 數位系統 好像比如說 我們這個 Overflow Detection 好 好啦 那告訴你那樣子 那你只要把它變成電子 好 所以 那時候你機會學會更多 好 那這個是 加法捲法 好 然後乘法器 對不對 我們可以做一個特別的 乘法器 那你也可以用加法 來做乘法器 對不對 怎麼樣做加法的乘法器 就是各位 剛剛應該有 叫做建構數字 建構數字 什麼建構 什麼叫建構數字 比如我們成立市 我們以前 五成立市二輸 為什麼 為什麼 1998表 對不對 所以我以前小學家 被1998表 那好像你們這一間 好像 這一間 欸對啊你們這一間 跟我兒子旁邊 那我兒子一開始 葉小學就是 建構數字 所以什麼叫做五成四 就是五加四次 五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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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 對不對 那我們的乘法 就是五分上座 其實很多乘法器 就是要叫做 就是把它乘法 那有些是怎樣 就是按照我們 乘法相承 把它移位 做移位 所以乘法器 很容易做出來 那除法器也是一樣 比如說你說二十除了 你沒多少 對不對 建構數誰教你移位 二十減五 結果再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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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減了幾次 你減了四次 他結果這兩次 所以傷就是四 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 還是你們都不知道 什麼叫建構數 好像我懂得 比得分還多的樣子 好 那那個就是 算數 好 那再來呢 我們有一些邏輯上的面算 好 比如說and 對不對 這位算什麼and 就是且 好 A且E 對不對 那我們要 我們時常在 在我們的 這個程式裡面 好 要去寫說 你什麼情況成立 是真的話 為真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事 搞到什麼情況 是假的話 我要做什麼事 對不對 那你那真假 怎麼要表示 你可以用一個變成比 好 一就代表是真 零代表是假 所以要測試說 這個出來的結果 是一 那我覺得這個是真 結果 假如不是 那結果就是假 假如它是零 結果就是假 那我還可以做一些 混合式的 邏輯運送 對不對 比如我可以說 欸 A 且B 且C 後D 為真 對不對 那你就要去把 A跟B跟C跟D 做一些認證 你可以知道說 喔 這本的結果 是真 還是假 對不對 那我每一個A 比如說我的A 用一個B的表示 B也用一個B的表示 那我們現在要算 A and B 好 那我就是 用這個表 我先把A算出來 然後再把B算出來 然後再用這一個A and B 去算 他們的結果到底是真 所以假如你A算出來是假 B算出來是假 那A and B就是假 對不對 那我就按照這個真假指表 叫Truth Table 好 你就可以去設計電子電路 好 去設計電子電路 那 這個電子電路 一設計出來以後 欸 我們的電腦裡面 就真的去執行這個工作 好 假如你A在這裏 那這個專業就是這個 好 那所有這一些電子電路 各位在到外的時候 你就知道 好 你喜歡你設計 用複雜的 硬算 去做一些複合性的硬算 我不是這麼簡單 都不是A and B 你看一個 A and B 然後 A and B 然後 C and B 然後七八糟 好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算 好 好 那我們這邊 提到的只是說 欸 你這個電子電路 是要你做 但是真正用電子連電 用這個電晶體 你怎麼樣去把它做出來 那就是電子電 各位老師 好 所以你不用 你知道 大二大大大 你就會有電子一 電子二 我不曉得有沒有電子三 好 我以前在練 練書的時候 是有電子三 但是我不曉得 現在 是一個 我們這邊是 有沒有電子三 對 有沒有電子三 我記得以前 把電子三改成高等電子 好 那現在是不是又回去電子三 或者是高等電子 就是這樣 好 不過不管怎麼樣 你會學到很多電子的方法 好 你就知道說 喔 電晶體的運作是怎麼樣 它的嚴厲是什麼 然後怎麼樣 把電晶體合起來 去做這些運作 設計出來電子電路 去進行這些運作 包括我們的交導器 剛剛的交導器 就是電子電路做做 好 好 所以and是這樣 我想我相信這個大家都知道 齁 這個高中都演 那 AOB 你只要有一個針 那他就是這樣 好 那那才是剛好先 相反 齁 你要中我就是變成雞 你要雞 我就變成雞 齁 這個各位最厲害 對不對 因為各位現在都是 青少年 所以青少年就是 就是什麼 就叫做所謂的 判例 什麼叫判例 所以你說中我就是雞 好 爸爸媽媽叫你 起床 我就不起床 所以你說不要起床 多歲一點 我就不要起床 這個就是MAP 這就是MAP 好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 我們剛剛講的是 你只有一個bit 只有一個bit 好 A也是一個bit B也是一個C 但是在電腦裡面的時常 是很多個bit 你就可以去做and的面貌 好 比如說我現在 這裡有12345678 8個 是一個真假值的變數 那我這邊也有8個 那我要把它對應做and 或者每個bit 每個對應bit之間做all 那我只要下一個指令 一個指令 它就可以 把這個跟這個做and 這個跟這個做and 這個做and 所以每一個bit 做and 那出來結果 它就8個變 好 所以這8個bit 每一個bit 也可以去做 可以去代表一個真假值的變數 好 那你可以做其他的 那這兩個都是整數也沒關係 好 尤其你在把一個 比如說你現在這裡有一個整數 你要把這個整數把它clear掉 好 比如說你這個地域體裡面 有這8個bit 你現在要把這8個bit 然後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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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通話它都是1 那個值通話變成就是1 那你怎麼說 你就跟8個1做all 出來結果就是通話出去 對不對 這我們叫做set的動作 設定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做設定的動作 可以做clear的動作 清楚的動作 就是用這些邏輯的運算就可以做 好 這個我們就 NOT也是一樣 每一個變得去做反向的運算 好 那我們從這個三個禮拜到現在 就介紹說 我就是用一個數字 把它用二進位的方式表出來 對不對 那通常二進位表出來 那個味鹽串很長 對不對 比如說我現在幾個禮拜來講 比如說我現在說我要代表 這個 127 那假如我們用這一個二進位的話 你就假如我們用這一個二進位的話 那假如我們用這一個二進位的話 你就假如 這個 這個 這個代表 127 對不對 那我們假如用八個地圖 這個 這個代表 二進位等 127 10 五進位 所以 這個 這一個 位元算很長 對不對 那有時候我們為了要把它 簡化請見 所以我們就用16件位 好 所以我就把 每次就變 12345 砍成一段 然後這一個呢 1 1 1 我就把它叫 s 等 4 然後呢 這一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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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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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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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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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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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4是2的之后就是1 好,那我只要把这个加1加 这个加1加累多少 2加1加,是不是就是7 1加2加4 对,就是7 所以7乘上16 加上这边,2加起来 是15 8加4加2加1,就是15 对,就是15 然后整张1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7 整张16的1次发 这样15,15我们不要写15 我们把它写成F 整张16的1 所以这个是等1 7F 16结果 所以16结果就是这样 它跟你的2结果是代表同样 而且同样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只是我们把它写好 写成不同的写法 它代表的是完全这样 好,所以我们就把每4个bit 把它这样子划分 那它就会变 然后这4个bit 有16种图 对 所以我们从0到9 是不够的 我们再把10 用A代表 11 用B 12 用C 13 用B 14 15 对 好,尤其各位现在 电脑玩得那么多了 我相信你这个比较好 好 好 但是这一个推导方式就是这样 推导 好,那为什么是每4个bit 就是因为每4个bit 合起来 那个数 係数最大就是到15 对 对 那它们就可以挂着16 好 所以由2经位变成16经位 很简单 你就把它从这边 从右边这样4位 4位 4位 然后每4位 你就把它写成16经位的 连到人 所以 这样子的二经位的数字 就等于 这样子的16经位 3A8还有4D7 16 好 那这一个呢 你把它写成二经位 它就是7乘上16的两次方 加上D D是多少 D是代表16经位的多少 十几 对 13 13 对 13乘到16的1次方 加上4乘到16的2次方 加上15 对 15乘到16的3次方 加上8乘到16的4次方 加上8乘到16的4次方 加上10乘到16的5次方 加上3乘到16的6次方 一样 跟你 把这个二经位 写成十经位 它数字一样 那它会代表同样的一个 好 好 那电脑并不用这一个 电脑不用16经位 这个只是打出来让我们看 好 有时候你的报表 你希望是用16经位 比较好看 因为16经位跟二经位之间 的转换很简单 它跟十经位不一样 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说 102 这二经位是多少 哇糟糕 你要赚了半天 等待我也是一样 就不是你 好 那时候你还告诉你的 3A8M4D 716经位 十二经位是多少 哇简单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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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好 就是这个 好 那先生用处比较少 找的旗 这个用处 好 因为找的旗 比如说我们在设计 那个什么 微塑鱼器这个系统 那微塑鱼器那时候 没有一些很好 界变 啊 他跟高阶鱼鱼的界变 很少 所以那时候都要用 鎖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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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 就走到你的二经位 然后你再把他输入到 记忆体里面去 那比如说这个 这个微塑鱼器 里面去 那比如说这个 臭料 这质不对 那你要去看看说 到底哪里有问题 你怎么办 其中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把 记忆体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把它 这种叫 倒 倒出来 那只要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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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位 表示 因为他没有办法 把你走上去 十六 因为那所有的系统 都非常的 没有那种 很好的界变 所以他可能是什么 二经位 上面给你列出来 好 那二经位出来 一大多一公司 所以呢 他有一个选择 就是这样 用十六经位列出来 那二经位 变成十六经位 哦 那个程序就等了 所以有人去发展 那个程序 所以当你做上远的动作 你可以 你可以选择二经位 倒出来 还是用十六经位倒出来 这样 那你用十六经位倒出来 至少你的报表紙 可以塞 报表紙变成四分之 没这么厚 现在变成这么多 对 因为原来是四个数字 现在只要一个数字 就多 所以那个体重会比较深 好 那我们以前介绍完整数 整数你怎么样变成 对一个数字干比 好 那数字干比 你怎么样变成十经位的数字 然后呢 我们怎么办法呢 用十六经位 十六经位在那里 就是HexaDecimal HexaDecimal 就是六的意思 Decimal Decimal 是十的意思 就是十六 所以你怎样把二经位 变成HexaDecimal 怎样把HexaDecimal 变成Py 就说 OK 好 那我们刚刚讨论 到目前为止 讨论的多数 这一个整数 那方到小数怎么办 我们现在能够处理小数 就是科学上用的东西 一定要处理小数 而且处理石数 好 那石数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把一个石数 石位数的整小数 把它变成二经位的小数 所以我们可以 0.125 然后 一样的 跟我的整数是一样的 你看我们整数 0.125 是什么意思 0.125 就是 2乘以10的2字方 加1乘上10的4字方 加2乘上10的4字方 加5乘上10的4字方 是不是这样 十经位数 就代表这个意思 那二经位 就是 比如我现在讲说 0.101 二经位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就是 0乘上2的0字方 加1乘上2的4字方 只把识改的2为 加上0乘上2的4字方 加上10的4字方 所以你现在要把 十经位 把它变成二经位 一样 不同的方法 所以你们说 0.125 等一 好 A的-1乘上2的4字方 加上A的-2乘上2的4字方 加上A的-3乘上2的4字方 好 好 那你现在呢 就把两边乘以2 因为这两边相等 对不对 你要把它角色成2 这个 二经位的角色 所以这两边要相等 两边三的 你看通通都 两边乘以2 两边乘以2 这边就是0.25 所以就是乘法公里 等样乘法公里 两边乘以2 几乘不变 好 这边乘以2 那右边你来拿乘 6月每月乘以2 就会变成A-1 好 2-1乘以2 乘以2 来 然后这边呢 就变成A的-2 乘上2的-1 加上A的-3 乘上2的-2 来 好 所以假如你 左边啊 乘出来 乘数 不是2 好 变成是1 那么我的A-1 就是1 那我现在成立到 因为整数是2 所以我的A-1 就是0 对不对 所以 A-1 所以我们就得到A-1 然后我现在呢 把两边 通通减掉整数 那因为现在整数是0 那因为0 是等于A-1 所以你左边减掉整数0 右边减掉A-1 是不是一样 因为0等A-1 所以这边减掉A-1 这边减掉0 左边减0 右边减A-1 A-1 OK 好 那我再两边乘以后 所以是0.5 等A-1 等A-1 加A-1 等A-1 等A-1 那所以 A-2 因为还是2 OK A-2 等A-1 等A-1 那我两边再减掉2 减掉我的整数部分 所以呢 还是0.5 等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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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两边再乘以2 后面再减掉 一点 等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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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有一样 A-3 就等于我的整数部分 所以A-2 三 1 那两边再减掉A-1 等A-1 等A-3 等A-2 等A-4 等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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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得到 只要你做到左邊就等於2為止 那你以後算出來的係數就是沒有 可是沒有必要在手 這樣OK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做出來就是 0.125就改變0.0.1 0.5.0.5.0.5.0 這樣OK嗎 好 那我再用一個例子 再拿一個例子 好 好 比如說我們說0.825 然後把它寫成位置位 好 那就等於A的負一乘上2的負一 好 後面你要寫幾個隨便 只要你寫的足夠就好 好 來 往兩邊壓成以後 這邊就會變成1.65 來 等於A的負一 好 那我現在A的負一是不是就等於1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2的負一這邊都是0.幾 0.5啊 0.5啊 0.多少對不對 好 那所以A的負一 就寫1.65減A的負一 好 這樣子一點票數都沒有 對不對 因為A的負一是1 所以左邊是減1 那右邊呢 你不要說右邊減1 右邊減1 右邊減A的負一 好 那就等於A的負一 好 再等於A的負一 好 那這裏 這邊1.3 A的負一 加上A的負一 這個就是A A的負一 那說A的負2就是等於 對不對 所以A的負荷 好,兩邊再減A的負荷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0.3 等於A的負荷 等於A的負荷 加A的負荷 好,兩邊再乘以2 0.6 A的負荷 來,那所謂A的負荷 是等於2 兩邊減掉A的負荷 所以還是0.6 等於A的負荷 兩邊的水 等於A的負荷 那再加上 小力便宜在做 A的負荷 等於A的負荷 好,那所謂A的負荷 等於A 兩邊再減掉A的負荷 等於0.2 等於A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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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再乘以2 你再一次過 那所以你就得到說 好,0.825等於A的負荷 等於A的負荷 等於A的負荷 A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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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把小數點 10丟位的小數點 2丟位的小數點 好,那你說 好,那你這樣做的話 只是用完這嘴數 用完這小數 就在連開頭了 那假如一我嘴數 也要小數 怎麼辦 比如說 3.825 怎麼辦 欸,那你知道分開做 3用嘴數做 一直除以二 對不對 然後呢 0.825 用小數做 一直乘以二 一直乘以二 然後這兩個 所以這個很簡單 你打算做 這個就是 1 對不對 好 然後點 然後就是 點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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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這樣 所以3.825 就1 1 這邊就是 你把小數 包括原則 這部分 怎麼樣轉化 就不可以 好 好,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來說 好,我們再來 住手 我們再來 住手 好 是 你 好 好 我 到 這裏 你 好 好 好